狭区原型一早来到校园门口加强巡逻 因为前一天发生学生在校园内挥刀伤人案 受伤男同学胸部颈部穿自伤 大量失血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急急送医抢袖 动用叶克膜急救五小时才恢复了生命迹象 但还没有脱离险境 校方调查原来是一名女同学到隔壁班找朋友聊天 遭到被害男同学阻止 说你不是我们班的请出去 女同学跑回班上找干戈诉苦 伤人同学为了替干妹出气 拿着一刀到隔壁班理论 汇刀伤人 有医师脸书发文 在圣诞节发生这种事实在悲伤 并写下前面无生命迹象越久 代表脑部缺氧越久 伤者醒来后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在临床经验上 通常如果说脑部恢复血域循环 恢复攻击氧气 那如果是超过20分钟以上的话 那在这个患者苏醒 那可能会需要更大的照护资源 还有说复健的一个心力 酿成冲突的两名同学被依照杀人未遂罪 移送新北少年法院 教授的女同学则赴监护人 回到商人的男同学被收容 校园内发生憾事 教育局派出社工心理师驻校协助 除了个别学生外 也将进行班级团体辅导 毕竟家长都希望 心肝宝贝到学校都能安心上课 三续红某车收藏新北报道